如果你说一会儿见 就比再见更好 就像再见 再见就只是再见 但如果你说一会儿见 就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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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外国人说一会儿见 中国人很惊讶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很多朋友都留言问我用什么相机 然后拍摄参数什么的 我就不一个个回复了 我在这里讲一下 我用的相机是索尼的A7R3 然后这个镜头是传统的2785 光圈2.8的拍摄都是用的自动模式 像那个光圈优先 按手自动 然后白平衡自动什么的 挂在我肩带上的是一个运动相机 gopro的7 但是那个gopro的机位很不好 因为他偏向左边就没有办法 正对我的拍摄者有的时候拍不到人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insta360的这个go2 平时可以挂在脑门上 但是挂在脑门上有一个缺点 就是很容易晃动 因为我不管是讲话还是什么的 我的脑袋肯定会晃来晃去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把它通过这个一个配件 贴在我的胸口上 这样就会比较方便 他就不会晃来晃去 嗨你好 我现在拍摄有没有关系啊 那行了行 你建议我就给你打个马赛克 没关系 好 都看 好好好 你到乌克兰多久了 09年过来 你在这边工作吗 在这个工作 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圆吗 你这里 几百公里 几百公里 那里 在奥克萨的边 奥克萨 人心很平静 你看他14年打仗 打仗以来 职业那么高 工作没多少了 但是人心很平静 中国显得更浮躁 作为中国人 你觉得在乌克兰受歧视吗 他不是受歧视 他很警惕中国人 他很警惕吗 非常警惕中国人 你是指在大城市还是小地方 我学的专业 我是乌克兰语文学 哦 我要学乌克兰的地理历史 或者文学 乌克兰语 我要学这些 然后我上实习课 我在大学学历史 然后我跑到小学去 跑到小学八年级 还九年级 我又听课 然后我又看他们的历史教材 然后再跟现实生活 我跟他们交流 然后他们有的人 直接跟我们讲了 说你们中国来了 你们又能干又聪明 然后你们为了这样 我们就这样很警惕 然后他们的历史书 怎么讲的呢 从小学开始 他们的历史书 一直到大学 我大学上课的时候 历史老师就这么讲 蒙古人来侵略我们 带着中国人来侵略 有的历史书写 蒙古人带着被降伏的火龙 来到乌克兰 1241年和1245年开始打仗 然后统治乌克兰260年时间 我见到人就解释 见到大学老师我解释 这是蒙古人来打你们 不是中国人 他说你们中国人帮忙了 我们中国是俘虏啊 当时 我在历史书写什么 蒙古人抢我们的女人 抓去做奴隶 干嘛呢 抢我们身口 从小学到大学就教育 所以说乌克兰人 对中国人是警惕 更多的是警惕 不是说歧视 很多来乌克兰的中国人 留学生包括留学生 想找乌克兰女朋友 但是找不到 找不到 什么原因呢 和你不一样 你就是敢说敢聊 我们中国人的性格 特别是性格特别腼腆 我在宿舍的时候 那乌克兰姑娘说我什么 说你们中国的男人跟女人一样 说话 说你们说话总是这样 这样 我当时就是推荐 向别人推荐你的视频的 趁他以后 谢谢 推荐我的视频 跟那一样马上就能找到女朋友 他们都说找乌克兰女朋友很难 在中国的时候 约人干嘛 吃饭 他们不是 走路 对啊 走路 他们最喜欢走路了 对啊 多不多就越来越去逛走 在街上或者公园逛 你感觉相互有感觉了 你一星期你就应该有接触 亲密接触 如果一星期还没有那女的 觉得你对我 那么你对我没意思 你对我没意思 我跟你讲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约了一个 我当时也确实没她 没啥兴趣 就带她吃了个饭 走的时候 她就一直看着我 就已经说再见了 她一直看着我不动 我就觉得算了 我抱一下吧 我就过去抱了她一下 然后后面就不联系了 她觉得我对她没意思 所以你如果太矜持也不行 但你太过分也不行 你得把握这个度 反正 生活你说乌克兰优点吗 生活没压力 因为这边是什么 土地啊 建房啊 它是市场化 它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化 按照它的需求 它自然而然就没那么高 我们就根据收入比 我们收入比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的观众 那种观众留言说 乌克兰桥什么 确实人家的月工知是比你低 也许你比人家高一倍高两倍 但是你的购买力还不如人家 人家过得不错真的 农村 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 我看见就很多农村 家里农村来的 感觉不出来是农村来的 喜歌非为大大的 还有气质 我们那边稍微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村的感觉气质能感觉出来 但是这边感觉不出来 它穿着打扮 还会穿着打扮 而且气质都不错 那中国能判断出来 既然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但到了乌克兰 我判断不出来 那可能因为你是外国人 判断不出来吧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上学的时候是在乌曼 离基辅200公里往南 200公里 要去奥德萨 肯定经过乌曼 8万人口的城市 有五所音乐学校 这些国家的音乐包括教育 艺术方面的教育非常好 随便找个孩子 大一新生的农村的 会弹钢琴 会拿小提琴的什么的 会画画的 数字很高 他有这个艺术的熏陶 你看不出来它是农村的 随便找一个学生 乌克兰人本地人 什么都会一点 他们很注重教育 特别是艺术方面的教育 所以这边街头艺人也特别多 满街都是艺术家 很多人作为爱好 也可能只能作为爱好 这里因为他的就职机会 确实也少一点 医疗怎么样 医疗投资我告诉你 我们上学每年有一次体检 每年必须体检 我第一年上学体检的时候 心电图夹着 夹在手上夹在脚上 胸部拍片 抽血肝功能 最后花了八格里 八格里这么密多钱 两块钱 就花这么多钱 技术会不会有水平 会不会差一点 技术 我再举个例子 文理查有个医学院 是欧洲四大医学院 还是三大医学院之一 我以前看过介绍 第一例手术 是医生在那边做 你说全世界的第一例手术 全世界第一例手术 那得有两三百年前了吧 有段历史 有历史了 对了前几天 有一个中国观众也是问我 他就是说 他想问我到这边留学的时候 他问我乌克兰的学校的毕业证文凭 有用吗 韩金量怎么样 韩金量你要看哪座学校 他是去想包基辅的医科大学吧 那你建议他包文理查的学校 你说这边教育是免费的 对吧 教育免费 他是怎么个免费的 我举个例子 我上学乌曼国立师范大学 我们班当时8个人 本地人就6个人 6个人全免 而且每个月将近500个名义奖学金 就每个学校不一样的 我们师范大学是稍微高一点 师范大学高一点 师范大学高一点 因为你以后要为人民服务嘛 我不知道 可能是鼓励吧 鼓励 鼓励当老师 同样也是男的少 当时我们系是180多个人 80多个人只有6个男的 教育投资 医疗方面的投资很足 就是包括对老百姓的各种关怀 像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随处 只要是小区 一定有那种小孩玩的游乐设施 都是那种免费的政府建 对 到处都是 然后我同学我同学孩子生下来以后 每个星期医生去他家一次 一星期去一次 就是去看小孩好不好 对 然后一年去了几个月 人家我的同学说 在乌克兰生孩子太容易了 生孩子太没压力了 没压力确实没压力 嗯 是差点我之前想生一个 哈哈哈 我看你的视频 你不做练的 我本来想差点想生的 后面考虑到健康的问题 因为我视频里面有的细节没说嘛 所以后面就让他做掉了 不然我这过几个月也等爸爸了这乌克兰 哈哈哈 我刚上大一的时候 那老师乌语老师问我 说你来乌克兰这么久了 你说说对乌克兰感受 我说假期太多了 一换就这个节日 一换那个节日 然后他笑说我不看你中国人也奇怪 怎么天天工作 天天工作 天天工作 赚钱积极 不只是说假期 就他们会有一个工作的概念 我活着不是为了工作 从小教育不一样 我们从小教育什么 建工业吧 他们从小教育什么 人生是来体验人生的 体验来享受的 对没错 他们是这种叫这种的人生态度 所以说你让他拼命工作吗 对啊 我工作是为什么 工作不就为了享受人生吗 哈哈哈 那你觉得如果呢 他们会欣赏我们这种赚钱的 这种卖力的行为 或者是觉得这是比较另类 跟他们不是一种人 他觉得不理解 不理解啊 他不理解 他觉得人生来就是享受 享受生活嘛 对他不理解 我再说一个例子 我上课在奥德沙 读语科的时候 我一个同学福建的 叫小雅啊 女孩子个不高 09年的年的时候 冬天是零下25度 他还在外面摆摊呢 穿两件羽绒服 我问他你能不能掏 穿两件羽绒服 两条羽绒服 冬天好夸张的站在户外 我当时穿正常的棉袄嘛 在外面待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感觉这个膝盖好像弯不了了 太冷了 结果我去7公里 发现他们还在摆摊呢 中国人太拼命的挣钱 一个20岁左右 小女孩穿两条羽绒服 两件羽绒服 在外面摆摊 冰天雪地 太完命了 挣钱 男人勤快还是男人 他们让欧克兰人讲 我们的男人熏酒 我们的男人不爱干活 我们的男人没有责任性 他们讲 作为客观来看 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的会计 就是尼古拉伊夫的 也是个单亲妈妈 她说我就希望你们中国人来 来把我们都娶回去 她说我是单亲妈妈 我以前的丈夫就走了 对孩子也不问不问 说你们中国人 说我了解到的 你们中国人爱干家务 对有责任性 不会抛弃孩子 我们中国人不会的呀 还有个问题 我有同学 然后我就问她父母 我就了解这些情况 然后她说 她从小在孤外院长大 我说你不是有家吗 她说她妈 她的母亲妈妈 不是跑了 把她送孤外院去 因为她有5个 5兄弟姐妹 太多了 送孤外院以后 然后她有规定 一个星期只能见一面 我当时还感觉非常好 国家给你养的 然后我说 为什么有这种规定 她要鼓励生育 没有 我的原因是 为什么妈妈只能去 一个星期见一次小孩 你自己都不要孩子了 你自己都不要孩子了 送孤外院去了 也有道理 她算是一种约束 不然每一个妈妈 都把小孩都丢过来 这也不行 丢过来让别人 然后每天每天见见面 每天来玩一下 你再回家 你再培养一下感情 到一个全拖的幼儿园 然后她几个姐姐 都是在孤外院长大的 几个姐姐 谁在孤外院长大 妹妹 几个妹妹 她是老大 我在文艺上学的时候 我当时想去孤外院玩玩 转转 我就买了点糖 买糖 我送到孤外院去了 我只去过一次 我就没有再去第二次 我我想象孤外院好像是很 条件很差的 结果我一去了 人家的装扮条件非常好 室内装潢 木地板 墙壁 什么装潢条件特别好 精神癌照顾 还有什么医疗教育 投入很大 我只去过一次 然后我彻底知道了 人家条件比我们好 比我们宿舍条件还好 所以我在学校里碰到很多孤儿 个个长得非非大大的 没有一个说面黄激瘦的 真的非非大 真的非非大 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 你感受不出来 她是从农村来的 但是我在中国 我能感受出来 从她的衣着 衣着 举止 我能感受出来 但是在乌克兰 感受不出来 有个乌克兰姑娘 到我家那边去过 到你家是指中国的家吗 中国的 暑假 暑假一个月 到我家那边去过 她刚到上海下地铁 在地铁上坐一圈 她来了一句话 中国人不会穿衣服 色彩搭配啊 不会 他们从小学习 又学音乐 这是种美学 又学音乐 又学什么画画的干嘛的 他们知道搭配 对包括颜色 我的同学 有家里农村条件不太好的 我就看他们衣服 中国小地摊要买的 中国地摊二三十块钱 人民币买的 但是穿在身上 你感觉不出来 人家身材也好 你说岁数大了 身材就变形了 变个鬼啊 好像是什么 就好像是人种是这样 那是胖子 胖子都会 中国也有胖子 一样的 但是他这边普遍胖 他这边就是胖子比例多一点 但绝对不会说生了小孩就变大妈 这个绝对不可能 不过人种关系也有 因为他们找熟肯定找衰 你提醒我了 因为我之前有一集 我说乌克拉人 他们那种不像中国人 这种程度的去孝敬老人 包括爱护自己的子子孙孙 因为我接触的乌克拉人少 我这样讲 所以我问一下你会怎么看这些孝敬老人 他们生孩子的目的 对人生的态度就决定了 这是自己的人生 对 自己的人生 他不会说给你带孙子 带孙女 不会去专门去挑起一件责任 我问过很多单亲家庭 然后还有孤外院的 爷爷奶奶都有 都在 但人家不给你抚养 那就基本上我累积 我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对 他不给你抚养 他的人生态度 我活那么多 我就问过 我就问过乌克兰的一朋友 我说你们又奖励这么多钱呢 你多生一点孩子不就行了吗 他说我活着为什么 对 我活着为什么 呃 09年的时候 一个叫哇塞 哇塞也是文林查的 在他问说你们中国人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年轻 然后我就告诉他养生 正常睡觉啊 吃啊 吃干嘛的 我还有女人呢 你不能多找那么多 不能多找那么多 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 他说那我活着干嘛 我不能找那么多女人 我活着干嘛 喝起酒来吃起东西来 都是尽情 尽情尽性 喜欢你就跟你在一起 不喜欢立刻再见 好相处 很好相处 很少说有那种物质 觉得你有钱就拼命赖着你 他如果是这种情况 他也是赖一把 立刻就走 我见过很多很多年轻的姑娘 20岁左右的 中国人想追求的 从 包括阿拉伯人 我的同学 想追求从经济上入手 结果人家 你都不理你 判断乌克兰姑娘的态度 非常明显 你邀请她干嘛 她能答应你 至少对你有兴趣 但是你邀请中国女孩 请她吃 她可能很容易 对她可能会去 反正就吃嘛 我就 我判断不出来 对于一个中国人姑娘嘛 我判断不出来 她的心理状态 沉浮有点深 我们中国人沉浮比较深 但是判断乌克兰姑娘很容易 你看你 你看你就来 你来的几个月 姑娘一个接着一个聊 都没有放在视频上 不止 大胆说大胆心聊 我不喜欢公开这种 又上了谁又跟谁 我不喜欢公开这种关系 如果不是怀孕了 当时要生我才不公开呢 我在学校碰到那些中国留学生 一个个都说 哎呦难 接触找乌克兰女朋友难 一个个都这么说 你要表达自己啊 对不对 各种 从各个层面 你要表达自己啊 对对对对 一定要表达自己 方式 说话的方式 或者是 你今天讲的一点很重要 就是 就比如中国人想到乌克兰要找女朋友 就千万不要以为 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让人家把人家砸晕了 我觉得不太 乌克兰姑娘注重的是感觉 注重感觉 注重的感觉 你真的是一分 比如说你跟他完全讲不到一起 三观完全不合拍 你就是拿多少钱砸起来不理你 吃饭都不跟你去 刚开始 很多这样的情况 我后来才理解 你邀请人家人家吃饭都不来 吃饭都不去 吃饭都不来 真的是这样 不想花自己的时间 就为了吃饭好的 都不想浪费 没有委屈自己的 不会委屈自己 不会委屈自己 对在感情上 讲的好 对这个用的很好 不会委屈自己 这四个字用的非常好 我还发现一个现象 中国中学生满脸长青春痘的非常多 中国年轻人长青春痘非常多 乌克兰人我在学校里就观察 很少有人长青春痘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很少有人长青春痘 有个小姑娘17周岁 刚上大一 他脸上长青春痘 他去医院 医生说什么 说建议他找个男朋友 说你这年龄 这样的年龄是正常的 说要么 我知道了 然后还说 要么你找个男朋友 要么你少吃点 有个意思 他们就没有这种困扰 因为开始的很早 所以都不找青春痘 他们没有压抑 他情感释放 包括生理方面的释放 他不会压抑 我们是太压抑了 从精神上 你感觉可以感受到 中国人的精神压抑 各方面的情感 人缘情感 交流方面的 生存方面 住房方面的 教育方面的 很压抑 乌克兰人的精气神 跟中国人明显不一样 明显就不一样 因为有政府在后面 给他们顶着很多事情 中国在改革 中国还在改革 中国的方向正在走 前苏联时代更好 人家很多人说是 我我见过很多就岁数大一点的 我就问他 你跟以前苏联对比怎么样 他说什么 住房补贴 电的水呀气呀 什么什么什么 以前生活更好 分裂之前 他生活更好 我以前干活 我以前找的工作 就在农村跑 每个农村都有国家建设的农场 要么养猪场 要么养牛场 要么什么农场 肯定有百分之百有 就国营企业 对以前是他搞的是农场 好东西没坚持 结果他搞了 你说你说 你说资本主义的民主好吗 大选 这一届 这一届集体神科上台之前 他们举行大选 给钱 给老百姓给钱 你上街游行 一个人 一个人 两百个里七百个里 你要去游行 去支持我 那你说 你 这不就是买选票吗 以前那个那个 还有亚努科维基 亚努科维基跑之前 跑之前 从那个东 从西部地区 拉人过来 去总统府那边闹市 然后都是给钱 你说 你说他民主没有弊端吗 有有有 民主 那我们在这 这就是资本在操纵民主 我们在这看得清清楚楚 嗯 还有看那个照片 人群里面 开枪 向警察开枪 拿着枪开枪 但是电视上不放了 电视上就放一个 好 这总统在镇压 警察在镇压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 人家四人拍的小视频 躲在人群里面向警察开枪 然后警察 警察还击 对 这也是一种 理论上的 故意倾向性的引导 你说所谓的民主 所谓的有绝对的公平吗 没有没有 真的是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吗 你说 你说他 乌克兰的 我们就说乌克兰的 别的国家我不了解 乌克兰的民主是否真实的反映了乌克兰人民的意志 乌克兰都后悔 这个总统上了以后 两年就后悔 还不是苏联 看乌克兰的几届总统选举都是动荡 就从乌克兰媒体上看 乌克兰是很民主很开放很好的 但实际上你在这里生活 你就会发现 很多那种游行是有财团请他们花钱去的 电视上 你看电视上看吧 什么什么地方 什么什么女团主义 什么什么游行示威 举个牌子干嘛高叫 我亲眼看过呀 电视上看哦 你心里一惊 这地方又游行了又示威了 然后实际上呢 就几个人站了 举个牌子游行 然后记者拍采法 拍完就走 资本家 对吧 资本家操纵 然后争权夺利 所以乌克兰总统这几任呢 上任 来来回回都是在打动中进行的 他经济还没有恢复到91年解体之前的水平 乌克兰 没有恢复 人口还在减少 刚解体的时候4500万人口 现在3000多万 但是公开还是什么4500万什么的 3000多万了 你去农村赚着很多房子 废掉了 废弃了 没有人住 土地荒难了 乌克兰的好处 好处坏处 好处坏处都在这 非常感谢了 你会在我的下一期视频里面 我微信里有你 我加了你 你加了我 你还加了我微信的 我记得我加了你 但是没聊过 没聊过 我感觉你特别忙 给我打个招呼讲个话 我看你什么时候加的我 小许二看见了 你是4月份就加我了 因为我看你一期视频 你去了 你去了什么地方 地理罗海去了什么地方 我应该是没 有的时候太多了 我就没来到去看 你去了一个什么地方 你去了一个表演 有小孩子叫表演 对 你问了人家什么东西 人家说是免费的 但是我听不懂 你当时听不懂 我就给你留言了 我说他说什么 我当时是你在视频上 视频后面留言 你还在视频上给我留言解释了 行 你原来我默默的做了这么多 我都不知道 小姑娘 然后肯定我给她钱 像那样的姑娘 太多了 很普通 对不对 太多了 那样的情况很普通 但中国人不了解 我都叫他们不要捐 你能看得出我的主张 我就说到此为止可以了 给点钱送点小礼物可以 但是 不要这样去忙 把人给坏了 已经给坏了 我说你想认识什么的中国人干嘛 我说去学中文的 我说你认识一个就够了 就我说乌曼那个同学 天天在家做家务干嘛的 然后她老婆的同学 然后就说了一句话 我就要找中国人结婚 我就要找中国人结婚 让我那同学给她介绍 那是属于生活的特别差的人 生活特别差 就是普通的人 照理刚刚讲的 他们这种精神意识 这种自信独立 不太会 不太会一门兴奏 去找中国人这种 太少了 太少了 没有代表性 男的不负责 也不是都不负责 还是很多负责的 不要误导观众 我都觉得有的是我误导观众 会让中国很多观众认为 乌克兰人全是渣 其实也争不争不争 因为大把那种带小孩的 爱老婆的 这个还是很多很多的 可能只是相对中国人来讲 他的渣男比例高一点 但也绝对不能说乌克兰 男人就很渣 但是你说他是渣男吗 我们中国也认为他渣男 这在乌克兰人去水一种 自由啊 我自由啊 我为自己而活 这怎么叫渣男 所以我在中国也算渣男 我在这批不算 你可以介绍一点高素质的 高素质的男的过来 我首先得认识 我得知道谁是高素质的 帮人一个忙 中国人在中国的确 结婚呢 压力大 代价大 我家呢 要彩礼多少万多少万 还要买房买车的 但是你如果有朋友 你帮他一个忙 来乌克兰呢 很轻松找到一个老婆 他一辈子也感谢你 相对来讲 确实比中国轻松 他这边没有彩礼要求 没彩礼要求 经济上轻松多了 我的同学刚开始跟他老婆结婚住宿舍 现在还租的房子 也不讲究 人家没有要求 人家没有要求 不像中国人要求这么多 这是实话 这是实话 我们是难多屡少 难多屡少是市场 我们市场决定了 但是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接受 比如说生活在乌克兰 不是每个 也不是每个乌克兰的女孩 就一定接受 我跟你跑到中国去生活 这也是个问题 是真的你让中国 随便抓一千个中国人 在乌克兰生活 我看999个得跑回去 活不下去 他有生物来源 一个是生物来源 一个是你融入当地文化的能力 居住